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郭偉邦也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芒向靜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能夠留意見切成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一說 的水佬 曾經說要與北京斷絕關係的他 他現在都很麻煩 每樣東西都不如意 之後我們會說一下他本來 打算有些好的農作物買到中國 但是由於這個極端天氣 搞到自己很麻煩 但是現在他最麻煩的是什麼 就是之前《芽斬斬》 說勞工改革,我一定改下去 因為你們工會、左翼搞動我們 國家民不聊生 但是這位被稱為 以前叫無政府主義者 他就說叫自由政府主義者 現在改了名字 因為現在他是總統 被稱為阿根廷特朗普的這位阿哥 極右翼 他一上台立刻簽署了必要性及緊急性法令 以及國家改革法案 是在接受國會審議其中規定的有330項的法律 你記住他打算修改 要是給我廢除他 原來他在1月3日簽署了一條大項 這條是關於勞工改革 不過昨天阿根廷勞工 國家勞工 這個組織就上訴 把這個 法律 不好意思推翻了 改革的措施已推翻了 你記住這件事就是他選民承諾的 裁定 改革當中有關勞工所有條款 違反 是憲法而無效的 這個對於米萊來說 是一個大打擊的 當然了 米萊 之前 牙斬斬 就說 什麼 什麼 記得他 他最喜歡的 記得他像的是什麼 拿著斧頭還是什麼 電機 電機 沒錯 所以有些人說他像 Logan 不好意思Logan認他很多 他好像比較喜歡扮演這個 黃色那個好像是 總之某個 超級英雄 我們經常說 你喜歡玩這個 Cosplay不要緊 但是你不要以為 政治時候你可以像超級英雄那樣 全部把他斬掉 最記得他當時被拍了Youtube 不要 不要 全部說不要 懶惰 結果 基本上很多都是假的 當你真是登大會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 說真的以前他像個網紅 你知道網紅多數都說得很大 現在不行 原來這個裁決是對未來一個沉重打擊 未來政府 打算通過 這些改革 當然是很困難 不過 有些都是過了的 你記住他在勞工當中是過不了 不過 這就是他的競選最大石頭 左翼 阻礙我們 他更加 達沃斯經濟論壇 社會主義 是個毒瘤 不過 還罵左翼 其實 拜登的民主黨 號稱是中間左翼政黨 老闆 你是不是 看不見 沒有理由在 論壇和你針鋒相對 任由你講 還有你記得他早前去見拜登 看到阿租似拜偶像 又說阿根特朗普 又說阿根特朗普 應該撐到行 但他為了碰美國 現在還是阿租美國握壯 沒有辦法 是嗎 自從去年 12月10日 他宣誓就職以來 大部份的事情 都是搞不定的 而且 跟中國關係搞差了 亦都令到 他們的業界很擔心 因為 我們講的 全世界都打算是 去 美元化 多樣性他們的 交易 很多本幣交易的時候 是人民幣交易 結果 不是 我是要全面美元化 他很厲害的 敢為天下先 不過我們經常說 敢為天下先的那些人 要麼你就很好 不然就像他那樣 完全是 瘋了 去年他就說不行 一口氣 就頒布了 國企私有化 結束出口管制 放鬆 監管等等 三百多項的措施 涉及勞工問題 工會勢力反忍 其他有些是得了的 根據改革方案 勞工的使用期 就從 三個月到 八個月 很少聽到八個月使用期 一般 不是三個月嗎 半年 算多了 我們這裏很多都是三個月 不過你看一下 很難說 但是 真心說 你好像 真是太多了吧 八個月 你知道阿根廷的人習慣了不是這樣的 是嗎 你如果這樣搞的話 最後 我擔心 你就反而是 是糟糕的 只要這樣說 現在美來 他是寸步難行 寸步難行 還有一些就是被解僱 員工的賠償金也減少 產價也減少 所以阿根廷最大的勞工組織 提起司法挑戰 而阿根廷 國家勞工上訴法庭 其實就作出裁決 凍結了這些內容 後來 這次更加 將這些內容 對不起 現在 法院更加裁定勞工改革 是無效的 即是 可能是 可以的 等待結果就不行 這些 頒布就是他最大的 挫敗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右派 他最討厭是那些 工會 左翼 走開 還有 看看他一系列的事情 真的有多 包括 阿根廷的貧困率是40% 亦有很大的債務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債務是440億 阿根廷也是他上台之後首次公佈的通脹 都很厲害 百分之 全年 你可以說以前的總統 弄成我這樣的全年 就是211.4% 但是民眾就不管 因為現在你是當靜的 老闆 人家就是拿一條數出來 你12月上台 12月國內的物價就是升了22% 25.5% 瘋子 一個月都升了20% 而且 他挺厲害的 他也取代了委內瑞拉 成為了 拉丁美洲 第一不受歡迎的國家 嘩 馬歐哥 謝謝你 為什麼 因為他們成為了最高通脹 經過委內瑞拉 因為委內瑞拉 有賺了很多錢 委內瑞拉的經濟是有發展的 這一兩年是不錯的 我指不錯是 跟之前比 跟之前比 是的 另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 報告當中 亦都說 阿根廷的通脹短期內 仍然會升 GDP 這個通脹升的GDP 就降往 可能會降2.8% 今年 阿根廷總統當然了 一上台以來就營利了12個小時的大罷工 亦都打破了這個國家兩項紀錄 即是這些感為天下 結果他也感為天下 一些負面的東西 我知道 原來 亦是 自1983年 民主政體鞏固以來 是歷屆總統 最快出現全國大罷工的總統 亦是2019年以來首次出現全國性大罷工 公會組織 當然響應全國有多少人 150萬人罷工 挺厲害的 我知道厲害是指的數據 亦都說為何出賣我們 因為他有些事情 他很搞笑 他有些事情答應 右翼小小的選民 比如剛才我們說的 勞工改革他做不到 現在 兩邊都夾他 一人說 我們當時選你又做不到 另一邊說 你這樣弄 國家和人 我一定出來 所以兩邊 左右夾工 其實他也挺難搞的 也挺難搞的 現在 還有一件事也是很嚴重的 就是 我們說過 之前 這個 阿根廷前政府和中國關係不錯 所以中國 承諾幫阿根廷買很多大豆 原來 好對不起地 最新的報告說阿根廷現在乾旱 所以他們大豆作物的土養水份 23% 是處於 短缺 到極度短缺 這樣當然影響出口 你沒理由逼中國買 那些是不過關的 你應該也是 要買一些是過關的東西 是 結果 現在他就害怕了 會大陸不要那些大豆 很難說 如果那些大豆 當然 現在種的當然不會很快賣 他還要處理 但是 如果你再這樣 阿根廷乾旱了很久 阿根廷也挺嚴重的 就會令到 整個 出口也是嚴重的 因為大豆還會賣去美國 你這麼 崇拜拜登 抱頭抱頸 這樣 不過關 不合格的大豆賣給美國 你說他要不要呢 不合格 你剛才說了 你也傻了 你知道 其實 美國 他 一向來講什麼都很 很緊 他進口的東西看得很緊 尤其是那些 來自第三世界國家 應該這樣發展中國家 不要說第三世界 你不合格 你覺得他 美國人怎麼會 那麼容易給你錢 他的錢 其實美國人也挺難賺 另外 除了 這些事業產 是 產他之外 還有一個事業 也是產他 有一個行業產 連電影人都會反對他 其實他都是全部難行 我覺得 之前說的很大聲的 他一上台都是大聲的 都是拍了Youtube影片 我卡卡卡卡卡卡卡 那些部門卡卡卡 後來就有公務員被炒 他也是縮了縮的 現在 亦都是有電影界 亦都出來示威 這個電影界就稱這個米萊為瘋子 是假裝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 有一樣東西 他叫阿根廷特朗普 也有荷蘭特朗普也有美國特朗普 但是荷蘭和美國 他們始終底子厚 就算國家怎樣沒有也會有個譜 但是你們的阿根廷經濟很差 你亂沒有的話 不是特朗普特別離譜 現在阿根廷的電影業也說要不行 你就職一個多月 我們衝擊很大 方方面面也有 電影業也沒辦法獨善其身 因為米萊也挺好笑 連電影也有改革 這個改革就涉及了電影領域的措施 主要是 從今後不再為阿根廷國家電影 及視聽藝術研究所提供研究資金 並且打算取消對阿根廷國立電影學校的經濟資助 並且取消阿根廷國產電影 在本土影院的放映配額 都不行 不是吧 他有沒有說什麼原因不給 之前撥款的說 沒有銀就不給你 不給放映是怎樣的呢 因為他是很討厭那些 保護的 他說這個不行 這個是貿易壁壘 這意思 他就說這樣洗方的電影就很難入來了 其實你完全這樣放散 他宣布 很多國家的電影業 戲院那些都有負面的 是呀 自己的本土製作先放了 然後才放 某程度上放進來 不會完全開放的 他不是的 他很神經的 如果這樣 不是自由市場 他說自己是全自由市場 不能傳到這樣吧 美國也不是這樣 美國也保護自己 美國是美國第一 老闆 你全部 現在如果他這樣搞 為什麼每個人出來反台呢 因為阿根廷 如果他不敢補貼電影 或者一些 保護措施 原來 他們就會由每年生產200部電影 輪位最多是兩三部 沒錢了 沒錢 尿尿無幾 亦沒有機會進入影線 只能在流媒體上播放 你剛才說 如果他 國家方面 不再出錢給電影製作 其實你都 變相是等於限制了配額 開放給你 你都沒有氣象 對不對 你都沒有錢製作 你都說得對 你都說得對 又有一批人反你 所以 挺麻煩的 還有你大豆 你答應了中國 不知道他之後那些行不行 中國肯不肯收 美國我也肯定不肯收 你說得 這麼厲害 還有他現在 亦都被人說 因為他之前不是開了採礦權 現在別人揭霸他 原來這些 公司全部都是 在西方背後 其實他做的事跟 以前的年代 拉丁美洲很多國家 全開給美國 或者其他西方國家全開了 令到當地的反彈很大 資源輸出去給他們 而且他走回這條老路 其實 現在 又是跟全世界倒轉的 除了是 別人去美元化 他就全面去美元化 別人保護當地的採礦權 因為他始終 很多國家就打算撥回西方 你不要跟我說 你要 拿了原材料 你要在這裏加工 你要在這裏令到我們有更加多副價值 他不是 他又倒回 不要緊要全部買出去 你是不是傻的 他說這個自由市場 你現在這條老 不行的了 連最崇尚自由的英國也有 他有很多保護措施 你是不是 很多東西你都不可以買他的 而且你不要忘記 你都相當弱的 阿根廷 你放了出來 別人走進來 那些外資 你沒有立足之地 收得皮的 是啊 其實現在 阿根廷剛才我們說 他這個大豆那麼嚴重 其實不單是影響到 是出口到中國 亦是出口到美國 他也很嚴重 因為他是靠很多農產品 而且你現在這樣不保護 你的農產品 不保護的 又是嚴重的 其實這樣說 好像什麼人都 有機會出來反你 因為阿根廷 我覺得他是差 但是 他也在一個好一點的方向走 因為他很多東西 在修補 當然一個國家 搞得那麼和 你怎麼可能 你一個人都 大刀闊斧 他說什麼一百天新淨 人頂你一百天新淨 全部都被人推倒了 這真的很好笑 還有阿根廷現在 大豆的現貨 繼續下跌 阿根廷大豆的現貨價 是繼續下跌的 對於你來說 賺錢的價格就開始下跌 你怎麼搞的 這也不關他的事 因為這是乾旱的極端天氣 真的沒有辦法 另外還有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是難以說 不借債 結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撥款 47億美金 原來他們剛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證實了 通過第七輪協議 審查了 撥款47億美金 這個款項 不單只是增加阿根廷的儲備水平 亦使他能夠上還 1月和2月 你記住 是借新債還舊債 1月和2月總計大概28億美金到期的債務 幾個星期前 大家知道 這個阿根廷央行 未來說不要 結果現在一樣有 好 這些全部阿根 你說 我想問一些利息方面 有沒有得 他這個是保密的 他這個是保密的 我相信 他應該是談過的 他當然 好像是有說的 但是為什麼他不帶旗鼓 當然是不好的 因為你記不記得當時 我們也做過節目說 那些 第三世界國家 為什麼他借債呢 向那些 跟西方親一些的組織者 其實他的利息也不差 不差的意思是 借債那方 借債給人那方 債留子孫 應該這樣說 債留子孫 你這樣借債 債留子孫 但是你不借又不行 不行 不借你更厲害 你爆破的話更嚴重 好 這次節目時間到此 就這樣 拜拜